今天是9月10日 1940年的今天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基敌核有的军事行动总方针指示 1940年夏秋 德国法西斯席卷西欧和北欧 日本法西斯在亚洲进行军事扩张 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以便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 日军在华北推行 以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的囚龙政策 八路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囚龙政策 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力发展 于8月20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 至9月上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果 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 指示的主要内容 一是要求八路军新四军 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 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 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 在山东及华中 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 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在华北则因扩大百团大战行动 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 缩小敌战区 扩大根据地 打通封锁线 提高战斗力 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 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 而给予二百万友军 及国民党大后方 与敌战区内千百万人 以良好之影响 给予敌人 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 以延缓的作用 二是要求对于友军 则不论何步 即使是最反动 最顽固者 在目前时期中 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 或者其进攻 已经为我击破时 均应采取缓和态度 对某些部分 只要有可能 应与之定立和缓协定 就地解决原有争议 基敌和友 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但当我对敌大举进攻时 应把防御某些顽固派的可能袭击 包括在我们的军事部署之内 一切大规模军事行动 应是更加有计划 有准备的 不应轻率行动 以免减少胜利 或者招致失败 根据这个指示 八路军部队 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 已经取得辉煌战果的基础上 继续对华北地区的日韦军 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 先后展开第二和第三阶段作战 同时 新四军也积极向当面的敌人 发动进攻作战 取得很大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